在立法會全體大會的議程前發言中 多名議員關注之前在黑沙發生的 旅客和本地導遊爭執的事件 希望當局重促制定行業經營規管制度 盜絕所有違規的行為 黃彩晶報導 議員容永恩、梁玉華和高天賜都指出 導遊強迫團客救命 而造成旅客不滿的新聞時有發生 今次事件對本路的旅遊形象造成一定影響 認為當局應該盡快完善業內的守則 當局絕不能對行業的亂象 繼續採取時而不見的迴避態度 必須重促制定行業經營的規管制度 嚴格監管旅行社的發牌和運作模式 並積極與國內的旅遊部門商討對策 盜絕行業的不規則行為 另外對於重山登塔的問題 議員吳國昌希望政府要有最壞的打算 必要時果斷撤銷阻礙燈塔景觀的工程 交由法院公平離定由此引起的經濟責任 而議員梁安琦對政府要設立財政儲備制度表示認同 但希望在動用儲備的時候要經立法會審議 並接受議員和市民的監督保證儲備是用得公開化和透明化 議員李松正就關注到多份公用事業合約將會陸續到期 希望政府可以用開放的思維 全面檢討專營和特許批級合約的模式 逐步引入競爭者 並在檢討和續約的時候加強諮詢 確保市民的最大利益 arina,您問一下 您好嗎? 您好嗎? 您好嗎?